好 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您来关心 俄乌交战至今已经是进入了第38天 但现在双方是另辟新战场吗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俄罗斯方面是指控乌克兰在俄国的本土里头发动空袭 先带您来看这画面超级惊险的熊熊火势狂烧 这是在俄罗斯的贝尔哥罗德州当地的一个州长 他就指控说乌克兰的直升机是越界攻击 空袭当地的一间游厂导致有两个人受伤 不过对于这样的指控乌克兰的方面是否认的 还说不需要为了俄罗斯境内的每一场灾难来负责 我无法确认或认为俄罗斯境内的认为俄罗斯境内的资料 因为我没有所有兵力的资料 好现在画面可以看到油库被架之后熊熊大火烈焰冲天 消防人员也赶快出动布水线来救火了 俄罗斯的救援单位就发布了这一段影片 他也指责说这个始作勇者就是乌克兰 这也是俄方首度指控乌军攻击俄罗斯的领土 不过一开始面对外媒的求证 乌克兰的军方跟外交部第一时间都是没有回应的 但是后来乌国的国防部才说 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但是也不代表说俄国境内所有的误判跟灾难都要他们来负责 克里姆林宫现在表示说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恐怕也对俄乌之后的会谈 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而说到呢 实际上之前俄军跟乌克兰方面有和谈 俄军承诺会减少说基辅跟乌北的一些军事行动 但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警告说 俄军现在有新的策略部署了 他们说会减少基辅旁边的一些军事活动 但是呢 可能锁定的就是乌克兰的南部跟东部 来展开进一步的强力攻击 包括这几天我们一直持续看到这个被围困的马利波的画面 已经多次遭到了炮袭 整座城市呢 仿佛是一座鬼城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物 好 泽伦斯基也说除了马利波之外呢 还有像是哈尔科夫跟乌东的顿巴斯地区 现在都是俄军要累积攻击的潜力 进而空袭的下一个目标 而继续来看到 这是卫星的图像显示说 俄军呢 现在是撤离了乌克兰附近的 基辅附近的一座这个安东诺夫机场 这一座机场呢 距离基辅大约有28公里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俄军呢 其实上周的时候还在这附近来建造土梯 不过现在是人去镂空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机场的设施 其实都已经遭到损坏了 而且传出说当地有一个 一艘一架这个全球最大的运输机 也传出说遭到炸毁 而现在白宫也指出说 美国呢会持续提供装备跟补给给乌克兰 以防俄罗斯在战争当中动用生化武器 不过白宫的这一番指控呢 其实也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 而日前有一名美国的高阶国防官员也指出说 其实没有具体的迹象显示说 乌克兰即将会遭到生物或化物的攻击 白宫发言人也有所回应 在看到俄乌交战之际 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昨天晚间也出席了 中欧峰会的视讯会议 习近平表示说 中欧两大文明只有合作协调 才可以解决问题应对挑战 而希望欧洲也能够奉行自主的 对中国大陆政策 去年以来呢 中欧关系在挑战中实现了新发展 中欧合作在困难中取得了新成果 事实也证明中欧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和深厚的合作基础 只有合作协调啊 才能解决问题 应对挑战 中方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贯 希望欧方形成自主的对华认知 奉行自主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一到 共同啊 来推动中欧关系能够行稳支援 这场年度的中欧峰会会议 是睽違两年才首度召开 欧盟的职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先后跟大陆总理李克强 还有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谈 欧盟是敦促中国大陆 不要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 也不要协助普丁摆脱西方的制裁 而习近平则是回应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是一贯明确的 始终站在和平的这一边 而现在面对西方的制裁 俄罗斯当然也是想要 积极的突破困境 外长拉夫罗夫呢 先是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之后 一号马不停蹄立刻到印度新德里 进行两天的访问 拉夫罗夫在跟这个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洁生 会面之后形容说 俄印是朋友 并说呢 印度没有以片面的观点来看待俄乌之战 而两国现在也将建立新的货币支付机制 在我们的货币支付机制 我们会准备任何东西 拉夫罗夫也表示说 未来这个贸易的支付机制 可以绕过使用美元欧元或是其他货币 俄罗斯跟印度可以使用本国的货币 来进行石油跟军事装备 及其他商品的贸易支付 而最近美国也警告说 如果任何国家试图用其他方式跟俄罗斯交易的话 将会面临后果 但是印度就强调了全球油价飙升 他们需要的是打折的石油 因此呢 也是继续的大买俄罗斯便宜的石油 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数字显示说 俄罗斯给印度的价格每桶石油折价 高达了新台币1000块 以布兰特原油来算的话呢 这个俄乌开战之后 每桶就上涨了287元台币 等于是买一桶 其实印度就献审将近1300元台币 所以呢 对印度来说 这个交易是相当的划算 再看的是娱乐焦点 美国影星威尔什密斯 之前在奥斯卡奖项上面的颁奖典礼 因为不满了自己的妻子被开玩笑 所以呢 就愤而上台动粗 威尔什密斯今天也发表声明了 他说他要宣布退出美国影艺学院 也再度的来道歉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难够及时补充抗净益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 比酒精啦 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 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 中天新闻的观众 是有独家的好看